第158集 文国公府客居院跟女眷们住的后宅有一处通连 中间隔着一个小园子 蒋云飞此时就站在那个小园子里焦急地等待着 清明前后的夜晚还是很冷 他等了将近一个时辰了 动得直哆嗦 不过只要一想到事成之后能够得到一个功名 还能由白后尘抽银子为他捐个官来做做 他心下就十分激动 再冷得天也值回票价了 很快的有下人来给他传信 二小姐到了 蒋云飞激动得不行 站在园子里不停张望 白赫冉这边刚一露头 就听到前面一个油腻腻的声音传了来 阿冉 心肝儿 我在这儿呢 与此同时 园子的另一头 入府操办祭祖事宜的大病仪张典也被一个下人带着往这头赶了来 一边走还一边说 莲花灯这么紧要的东西 你居然也能遗落 你们白家的下人到底是能干些什么呀 那可是给祖上共用的 若是丢了 明日再准备可来不及 下人赶紧配布施 都是奴婢的过失 奴婢取莲花灯时顺道往灶间去了一趟 拿点心给先生吃 回来时抄个进路经过这园子 没想到竟将莲花灯掉在这头 好在来得及找 先生就辛苦一趟 找到东西才是正经事 他说完 脚步突然停了下来 先是轻移了一声 然后问张典 先生可有听到什么声音 张典皱了下眉 想说这大半夜的又是出来找莲花灯 能不能不说这样的话 吓不吓人 可他确实也有听到些动静 好像是有个男子的声音在喊什么 心肝 这张典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对这种事情简直再熟悉不过了 心肝都叫了出来 分明就是夜宪奸请 在这种前院后院惠结之处 该不会是哪个丫鬟跟小丝在私会吧 引着他来的丫鬟往前快走了几步 随即惊讶道 天哪 居然是二小姐 嗯 张典瞬间就来了兴致 国公府上的小姐跟人私通 这可是大事 只是他不知 在这一处方寸之地 除了他之外 还有更多的人隐藏在暗处 接在等着一出好戏上演 有了观众 那蒋云飞的戏就做得更足 立即提告了声音道 阿人 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就知道你能看动我给你的那封信 你不会那么狠心忘记我的 白天一定是有苦衷对不对 阿人 我想你想得好苦啊 蒋云飞说着就要往前扑 明明是直奔着白鹤染扑的 结果也没看明白对方是怎么躲的 总之就是一下扑空 自己还摔了一跤 门牙差点没磕掉 阿人 我的小心肝 他一脸苦涩 来都来了 你就别害羞了 快过来亲一下 这段日子 可想死我了 说着话 从地上爬了起来 切而不舍地继续往他身上扑 可惜 扑一下摔一下 终于摔掉了那两颗坚强的门牙 蒋云飞就想不明白 明明就在眼前的人 怎么就跟蝴蝶似的一扑就飞呢 他以前扑女人最为拿手 怎得到了这小贱人面前就失了手 他愤怒地看向那个跟着他一起来的丫鬟 这园子里明明事先下了药粉 虽然只是轻轻微微的 但白赫然只要闻上一闻 至少也会脚软三分 绝不可能摸摸小手都摸不着 一定是这丫头药量没掌握好 吓得太轻了 白赫然也挺同情蒋云飞的 牙都掉了还不放弃呢 也是一种执着呀 他看着蒋云飞 无奈地摇头道 有话站着说 用不着在地上趴着 或者你跪着也行 蒋云飞掉了牙 说话直漏风 师哥 师哥 我就是欺你 让我亲亲 白赫然没听明白 这说的是什么 英春给他翻译 可能是 心肝心肝 我就是想你 让我亲亲 翻译完了就骂了句 真不要脸 白赫然点头 是不要脸 不过这位表哥啊 这里也没有旁的人 你就不用演戏了 不是你写信约我到这处来 不是说白浩尘 威胁你一家老小的性命 如果你不编造 我同你有私情的谎言 他就要杀了你全家吗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快说吧 我一定为你做主 蒋云飞一下就懵了 什么威胁一家老小性命 什么杀了他全家 白浩尘何时说过这样的话 白赫然如此说话 究竟是何意 白赫然的用意很简单 就是陷害 白浩尘利用蒋云飞来陷害他 他当然也得反过来给对方挖个坑 且他挖的坑很深 口子又小 一旦对方掉了进去 那肯定是爬不上来的 就算不掉 他推也会将人给推进坑里 白赫然看着一脸蒙的蒋云飞 同时也仔细听着 园子四周细微的动静 墨鱼也跟他一样 仔细辨别着四方埋伏 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小姐 这园子四周 潜藏着的人至少五个 白赫然点点头 给出了更加精确的答案 十一个 除了白浩尘 白金红 还有白信言之外 还有两个不会武功的 剩下的那些 都是有功夫在身 应该是他们各自的护卫 墨鱼对此十分佩服 小姐听觉真好 她扯了扯嘴角笑了开 光是听觉好可没用 演技也得到位才行 说完 主动往前走了两步 对着掉了门牙 满嘴嗜血的蒋云飞道 蒋家表哥真是聪明 竟能想出这样的法子 来将实情告知于我 说起来 我还真该感谢表哥 铤而走险 否则在我那位 大哥哥的精心算计之下 我怕是死都不知道 是怎么死的 蒋云飞发现她完全听不明白 这位白家二小姐说的话 两个人似乎完全 不在同一个话题点上 她说东 她讲西 她指南她往北 而且还头头是道 扯得一本正经 她就想不明白了 什么叫想出法子 告诉她实情 她告诉她什么实情了 还有那威胁 一家老小性命什么的 到底都从哪儿整出来的 她看向白赫然 各种不解 小性感 你在说什么 白赫然笑笑 表哥 眼下这园子里 也没有旁的人 你就不用遮遮掩掩的了 你给我的那封信 灵面上都是些 不堪入目的 情情爱爱之语 可将那信纸 在烛火上烤一烤 就有另外的字迹 显现出来 表哥能想到 这样的法子求救和揭发 实在叫人赞服 万没想到 蒋家表哥 竟有如此头脑 这样聪明之人 流落民间 岂不是可惜了 我还在想着 待事情解决完毕之后 就跟九殿下 和十殿下说说 看看能不能 给表哥 在两位殿下身边 谋分差事 总比傅贤在家强 蒋云飞 就跟做梦似的 白赫然的话 听在她耳朵里 就跟梦话 没什么区别 可她眼下 已经顾不得 什么烛火烤信 只能显现出 另外的自己来 她满脑子 都在想着 白赫然说的 让她跟在 两位殿下身边 谋分差事的话 这个诱惑 对于她来说 实在是太大了 白浩臣 买通她为其办事 许的承诺 也不过就是 给个举人功名 再捐个小官 等等 她心里明白 这个捐出来的小官 十有八九 连八品都混不上 最多也就是 个九品芝麻官 还不可能是 有十权的县令 先前她是觉得 能有功名在身 就算官小也没什么 蚊子腿也是肉啊 只要她有个街品 在落成的地界 就会变得更加抢手 她往后的日子 就能过得更加滋润 可是眼下面对 白赫然的诱惑 白浩臣说的那些 可就再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能跟在皇子身边 那是什么概念 那是一飞冲天的概念 那是代表着 她从今以后 就要摆脱落成 那个小地方 天天跟在 皇子王爷身边 见的都是 上都城的大官 甚至更有可能 会见到皇上 跟这种祖坟 冒清烟的好事比起来 白浩臣许她的承诺 简直够屁都不是 这样一想 蒋云飞的心思 就活跃了 就动摇了 就开始顺着 白赫然的话 往下落了 二小姐说的是 二小姐 说得及时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 那白浩臣 以我一家老小性命 下威胁 让我一定要陷害 二小姐 一定要编造 你与我有私情 这件事情 如果我不听她的 她就要杀了我全家 我就是小小落成的 平民百姓 哪里惹得起 文国公府的大少爷呀 这蒋云飞也真是聪明 厉害关系一旦给她摆在眼前 她一下子思想就清晰了 再也不懵 再也不糊涂 就顺着白赫然的话 继续往下编 编得简直比白赫然 还要生动 白赫然点点头 深深地觉得 这个蒋云飞 的确是个可造之才 有这种傻子倒戈帮忙 她可省事多了 只需要把话说个开头 对方就能自己继续演绎 完全不用她操心嘛 她感激地看向蒋云飞 表哥真是深明大义之人 阿染多谢表哥将事情说出来 请表哥放心 只要你能当着上都府尹的面 也敢实话实说 你家人的性命我保了 你的前程我也保了 不为别的 只为感谢表哥的救命之恩 让我不至于 着了那白浩尘的道 另外 表哥救我 石殿下也会记着这份恩情 将来必会感激表哥的 蒋云飞更加飘飘然了 这都是应该的 我也是个正义之人 是 白赫然点点头 更是冲着蒋云飞失了个礼 救命之恩无以言表 以后你就是我 跟石殿下的亲表哥 我二人一辈子都会记着表哥的 蒋云飞这头几乎乐上了天 而那藏在园子里的白浩尘 和白金红兄妹 则是大惊失色 连同一起藏着的白星年 也慌了神 好好地一出戏 这怎么演着演着就演偏了 怎么白赫然三句 五句话往外一扔 蒋云飞瞬间就成了 他那边的人 事情这样演变下去 可该如何收场啊 有杂乱的脚步声传了来 游远极近 越来越清晰 白浩尘按道不好 拉着白金红就要走 这时 却听白赫然冲着他二人所在的方向 提高了声音大喊了句 既然来了就别急着走 大哥大姐 戏还没唱完呢 怎么就急着走了 白金红吓得脚下一半 差点摔了个跟头 白浩尘也是脚步不稳 兄妹二人要相互搀扶着才能站得住 可这停是停下来了 心却慌得不行 白金红都快吓哭了 无助地向自己的兄长求助 那眼神要多可怜 有多可怜 白浩尘虽然心疼妹妹 可眼下她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直觉告诉她 这越来越近的杂乱脚步 绝对跟这件事情有关 且肯定是与她的本意相反 不是好事 正不好 还是灭顶之灾 很快的 脚步声就到了跟前 白赫尘又冲着园子的另外几个方向 也招了招手 都别藏着了 想看戏剧光明正大的看 躲在暗处多没意思 都给我自觉点 自己走出来什么事都没有 若是要我亲自一个一个去抓 你们的脸面可就没那么好看了 她冲着其中一个方向着重强调 父亲 怎么着 还非得我亲自去请您吗 白兴年听了这话 想都没想 拔腿就往外走 直接站了出来 她可不敢跟白赫尘正面叫板 这么多回了 不管用什么招数 她从来就没赢过 好不容易大儿子回来了 她原本指望能翻个身呢 可眼下看来 希望已经破灭 白浩尘也是要栽呀 白兴年走了出来 那便宜先生张点和丫鬟也出来了 白浩尘兄妹二人无奈之下 也只能走了出来 正好对上领了一群人 呼呼拉拉拉到达现场的老夫人 主子们好 咱家是您的贴身总管 小鹿子 鹿青竹 这次啊 就以太监江月的身份登场了 希望小主们不要嫌弃咱家 嘴笨啊 不吵